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美國拜登政府畅議發起的民主峰會 3月18日至20日在韓國首爾舉行第三屆活動 三年前拜登剛剛當選時 意氣風法地搞出來的這個民主峰會 目的很清晰就是通過意識形態搞集團對抗 企圖壓制正在崛起的中國 手段也很明確 通過高調邀請台灣當局官員出席 大打以台濟華的牌 當年的峰會拜登親自主持 中國向當時剛剛上任的拜登團隊大力警告 結果美國由最初說要邀請蔡英文親自赴美出席 到最後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 以預錄的影片方式發表講話 當時台灣當局也相當玩耍 影片中出現的地圖 將台灣與中國大陸以不同顏色標示 在白宮人員的要求之下 唐鳳的畫面最後被關了 只是剩下唐鳳的聲音 搞得拜登、蔡英文都十分尷尬 然而三年過去第三屆的民主峰會 在首爾舉行 內地環球時報就形容 這已經變成一場三低峰會 輿論關注度低、國際影響力低、各方積極性低 主辦方韓國並沒有正式公開宣布參加國名單和首錄名單 而下一屆的峰會還搞不搞成現在還是一個問題的 連峰會真正的主角美國也看得出來有點洩氣 出團參會的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只是在韓國出席18日的活動 之後就飛到下一站菲律賓 有西方媒體就直接發問 很多國家的態度已經變得相當冷淡 民主峰會進程是否貧臨終結呢? 先看看布林肯短暫出席說了些什麼 布林肯在當地時間3月8日在韓國發表演講 大肆炒作所謂虛假信息對民主構成的風險 說美國的競爭對手利用虛假信息 在民主國家內部製造分裂 因此美國國務院要繼續揭露外國操縱信息的行為 他還點名中國和俄羅斯 益測說中國收購外國媒體 並在當地大量地播放親華內容 《紐約時報》3月18日的報導就指出 一屆民主峰會毫不卑諱地將反對中國和俄羅斯 當作首要的任務 布林肯在發表講話時不斷地挑撥陣營對抗 說民主國家正在受到虛假信息泛濫的威脅 特別是人工智能的速度崛起 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個趨勢 在全球範圍內播下猜疑、粉絲疾俗和不穩定的種子 《紐約時報》報導說 布林肯警告美國的對手在宣傳自我 和傳播、虛假、信息方面很聰明 布林肯說中國在非洲收購了當地的有線電視網絡 還在東南亞收購媒體公司 大量播放親華新聞 他的矛頭又指向了俄羅斯 說俄羅斯為破壞整個西方對烏克蘭的支持 而開展秘密活動 通過拉丁美洲媒體對俄羅斯內容洗白 布林肯還順勢淡淡地說 打擊虛假信息對美國關鍵國家安全利益至關重要 要打造有人性的信息環境 美國將會繼續參與政府範圍內的多邊努力 繼續揭露、破壞和阻止虛假信息傳播 內地觀察者網就指出 布林肯向中國潑水的套路並不新奇 充斥著賊喊觸賊的美式幽默 因為就在布林肯發誓揭露他國 操控信息的幾天前 美國自己被人揭露了 路透社披露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曾經被密授權中情局成立專門團隊 在中國國內和海外多地通過買通媒體、虛假、社交帳戶等隱蔽手段 散布抹黑中國政府的言論 而《環球時報》的社論就指出 從2021年華盛頓搭台唱戲以民主為名搞峰會 大張旗鼓要重返全球領導地位 加強民主以對抗威權到現在 不過短短三年時間 政治人物信誓旦旦的口號和承諾 西方媒體對兩種秩序對決的鼓吹 與今天的冷冷清清作一比較 成為了一個笑話 文章認為美國今年要舉行大選 由眾所周知的原因 今年的民主峰會會不會是最後一屆 連華盛頓自己都不知道? 社論說 雖然不要在現在就完全蓋觀論定 但民主峰會搞成這樣 已經淪為了一場尷尬的show 評論認為 當然不能說民主峰會客觀上一點意義都沒有 它提供了一個反面教材 對國際社會有很強的教育意義 讓大家看清楚 美國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是怎樣的 第一這是一個由美國劃分369等的世界 美國和他的盟友站在金字塔的頂端 世界上將近一半的國家甚至連入場的資格都沒有 第二各國探索本國發展路徑的權利和個性被抹殺 服從於美國對民主的唯一定義 說到底就是服從美國的霸權安排 第三人類科技進步取得成果 包括人工智能、數字技術等 也被框定在美國的意識形態話語中 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未來發展空間 因此也被扼殺了 美國最初搞民主峰會是想發展領導力的 但如今起了反作用 本來只是想露一露面 現在就連底都露出來 有非洲媒體的評論就一針見血地說 民主峰會在世界眼中描繪了一幅美國民主的糟糕景象 充分證明了美國影響力在減弱 美國自封為所謂民主陣營的總司令 通過將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工具武器化 尋求維護它的主導地位 以矛斷的方式分裂世界 而在它身後就播下了不和的種子 文章認為世界上其它國家 包括參加過峰會 以及是沒有參加的 通過三屆峰會看清楚美式民主的本質 民主峰會一屆不如一屆 黃了、糧了是遲早的事 必然的事是意料之中 但以這麼快的速度靜下來 都是有些令人意外 說明了美國自己以及外界 對它仍然是有些高估了 國際上對美國民主的不信任 也是被低估了的 社論又指出 當然美國目前仍然沒有徹底放棄打民主峰會牌的想法 美國叫韓國來搞第三屆民主峰會 對於急於增強國際影響力 志在成為全球樞紐國家的韓國來說 就好像一個賞賜 對美國來說叫韓國來主辦可以增加民主峰會的代表性 以化解外界對美國操控民主峰會的質疑 還可以分擔成本和壓力 但韓國就必須認識到 靠辦民主峰會是不會增強國際影響力 成為全球樞紐國家的 某程度上 民主峰會是一個越來越燙手的珊瑚 韓國接了盤 很有可能拉傷自己對手 社論最後指出 世界各國有沒有一個商務交流借鑑建設民主政治經驗的需要 當然是有的 但就不能搞為我獨尊 按照單一的模式獲定民主標準 這種做法正正是不民主的表現 更不要說打著民主的房子干涉別國內政 對別國人民的利益造成實際損害 而就在韓國跟著美國大搞反華的民主峰會之際 美國的兩個小兄弟 澳洲和新西蘭的領導人和高層官員 都沒有空去韓國參與表演 而實實在在地留在自己的國家 接待到訪的中國外長王毅 新西蘭副總理兼外長比德斯 在和王毅會面之後的記者會上透露 回悟非常愉快非常友好 去年年底新上任的新西蘭貿易部長 麥克萊計劃將在下個月訪問中國 而總理拉克森 此後沒多久也將會訪華的 路透社指出 在一些西方盟友對華關係面臨挑戰之際 新西蘭始終都和中國保持著友好關係 尤其是作為五眼聯盟情報共用機構的成員國之一 新西蘭長期以來 都被認為對中國持有溫和態度 甚至是不發表意見 而任總理拉克森 在對華政策方面強調希望 獲得中國的援助支持 在他選前的採訪中 曾經作一帶一路倡議表態 認為西方炒作的債務陷阱 是一種單純化的說法 而獲得中國的融資其實有很多優勢和好處的 這次是王毅七年來首次訪問新西蘭 新西蘭的Newshub網站18日評論說 今年是中國和新西蘭兩國 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十周年 王毅對新西蘭的訪問是克逢其時 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外交學者 網上雜誌網站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認為中方來得正是時候 他進一步分析說 兩國除了在雙邊貿易、旅遊業等方面有望進行更加深入合作以外 隨著新西蘭國內反對加入美英、澳核潛艇計劃協定 敦促當局堅持獨立外交政策的聲音越來越強烈的時候 以及美國在實現對盟友承諾上表現罰力 以及在美國大選增加、不確定性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之下 新西蘭在美英、澳聯盟AUKUS議題上將搖擺不定的 文章認為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機會 北京仍然有時間向新西蘭方面淺述自己的觀點 認為時機就是一切 新西蘭的AUKUS趨向可能正在轉向的 結論是 拜登搞了三年的民主峰會已經成為雞了 眼見拜登連任都危危乎 澳洲、新西蘭這些小兄弟也是避得就避 美國沒有時間施壓就馬上與中國多談生意合作較為實際了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六宇人金融hi-tea》財經節目已經推出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六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Ар Karhan 到了 旁邊 咪 咪